第一个是什么 我们可以先试试长矿 就是你最喜欢的那一张 我把每一个上面创一张纸 它会分出什么是什么 长矿呢 听说起起源于常朝的 你绕不在脑 你鸡蛋格吗 你鸡蛋格吗 你鸡蛋就是鸡蛋 就是滑滑的 嫩嫩嫩的 汁大了 然后来了 好好吃啊 而且跟我在其他地方吃的不太一样 其他地方里面没有鸡蛋 那你其他地方是不是都是一卷一卷 对 这个不是一卷一卷 是一整块 好吃 不错 也可以有鸡蛋格式 喜欢吃鸡蛋 可以啊 下一个吧 下一个是什么 生滚吉壁粥 吉壁粥 鸡蛋格式 好吃 很细腻 你喜欢喝咸粥还是咸粥 咸粥啊 咸粥 很细腻哦 这个粥非常非常 这个猪肝非常的香 它的那些食材的味道 已经全部熬到粥里面去了 下一个吧 这什么样 鸡虾腐皮卷 腐皮卷 腐皮卷 广东肯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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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 好有点 虽然已经没有很脆了 这也不错 嗯 这好吃 那你老一花分享 明天吃了什么东西 酥酥酥的 明天吃了什么东西 明天吃了 我吃了脆皮五花肉 我们就想到它广州的零食小食居然有卖那种脆皮五花肉 很好吃 但我那天在后台吃的有点 有点多 就被腻倒了 因为就当零食吃 你就固定的吃 固定的吃固定的吃 然后吃到后面就会 感觉晕车了一样 这个吧 排骨 蒜香排骨 这是老熟客的感觉 这好吃 其实我最喜欢吃它里面那个 那个叫什么 芋头 芋头 就蒜香排骨里面垫在下面的芋头 加油 太多了 太多了 这是凤爪 凤爪 这就不用介绍了轻点 不 也得介绍一下 没有凤爪 这很好吃 这个真的是老朋友 叶菜的凤爪之后 是永远不会再来的 好吃 下一个 来我们尝一下这个 虾饺包 香菜也是我的最爱吃的 这是虾饺跟烧麦还蛮像的 好安全 这是什么 烧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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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因为深圳 因为感觉广东的烧麦跟 我小时候吃的烧麦不太一样 我小时候吃的烧麦里面是糯米 但是广东的这个烧麦里面居然是 肉 它这是广市茶点的四大天 是虾饺 虾仁烧麦 然后蒸凤爪和蒸排骨 就感觉他们的烧麦好 实 实 实实 好贵哦 里面全是肉 全是肉 辣椒 哦 亭仔粥 对 刚才并没有夜里面学会 哈哈 上面飘味在里面 就拿油条 为什么每个地方都要有油条 它里面是葱和油条 油条 看到油条很好吃 平仔粥有一个美丽的故事 巴来村法 从此来这个粥就被取名为 停仔粥 所以这个里面是油 有那个鞋鸭虾 停仔粥 停仔粥的粤语怎么说 是时候给你放一下 刚刚吃了那么半天 停仔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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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没有了 没有没有 最重要的 今天的招牌双皮奶 但是其实我 好 好 好 但是它这个好 休休的 哇好甜哦 奶味呢 很重啊 你喜欢吃奶汁什么时候喜欢 小时候喜欢但现在不太喜欢 现在有点 有点 腻 那今天的 花餐 就是吃了两块 哦 风筝 好风筝啊 真的好风筝啊 上一次这么风筝还是在上一次 哈哈哈哈 真是轻轻一些 胜轻一些 深圳也没少吃 每天都在吃 而且深圳的每一餐几乎都没有餐 脆皮无花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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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什么什么 很嚣张啊 那天晚上 挺好的 嗯 然后放风筝 然后也没有风 然后让我在草兵里面 爬来爬去 但是还算起来的地方 我觉得有很大的变化 说不上来 这种东西其实就是一个感觉 其实就像我们昨天演完之后 在庆功宴上跟各位演员老师 还有导演我们在聊天 其实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像 时间的缝隙也大了 对于我来说 你可以在时间的缝隙里面去做更多的事情 就是可以让自己没有那么的急 然后整个的状态也慢下来了 这种人也更加的松弛 嗯 你是说在舞台上还是说你在药的生活中 舞台上啊 嗯 其实你们好像前两场大整体的节奏 是不坏一些的 然后后面就不坏了 彩练的时候就是暴露了很多的问题 但是在我们正式演的时候 我觉得就 就已经开始往好的那个方向去发展 非常非常的开心 今天我们来到了非常 这一次我们来到了非常非常繁华的深圳 嗯 我感受到了深圳的繁华 以及深圳的美食 还有深圳的热情真的很热 嗯 我很喜欢深圳 嗯 就它很舒适 虽然它那么的繁华 但是它 就像那天我们在深圳湾的时候 我感觉到 这个城市还是很 很安静的 它既繁华又安静 它并不浮躁 嗯 好吧 就这样吧 观众朋友们 让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下一期节目 下一个城市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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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